我爱泽泽 泽泽好好玩 耐心的桌 一点都不难 慢慢车 车 出一小船 飘啊飘 慢慢车 车 出一家笔机飞啊飞 我爱泽泽 泽泽好好玩 一起玩泽泽 泽泽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大树哥哥 大家好 我是柚子哥哥 我们今天要泽毛毛虫 大树哥哥 这是你自己做的对不对 对啊 大家看一下我做的 好大只哦 是不是非常大只 大家一定没有看过对不对 比我的大好多哦 而且我在上面用不同颜色的色纸去做的 像不像一道彩虹 真的耶 所以小朋友赶快准备好色纸 跟着我们来折毛毛虫 五彩毛毛虫要怎么折呢 第一步 先把色纸往左边对折成三角形后打开 再从上面往下对折成三角形后打开 中间会出现十字的折痕 中间会出现十字的折痕 接下来沿着虚线把四边角往中间折进去 变成正方形 接着沿着 接着沿着虚线往下对折 再沿着中间折痕往右边对折 一样的方式 折出六个正方形 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纸上涂上胶水 一个一个黏在一起 最后画上眼睛 五彩毛毛虫就完成咯 我们开始折毛毛虫咯 首先先把色纸对折 之后再对折变成小的三角形 折好之后会变成这个形状 接着把它打开来 我们会发现中间有一个十字的折痕 对 没错 现在我们把四个角 对齐中间这个点折进去 像这个样子 我们放在桌上 所以折进去会像信封袋一样对不对 对 像信封袋关起来一样 柚子哥哥 你有碰过毛毛虫吗 有啊 因为我小时候不知道毛毛虫会痒 然后我就碰了它 结果我就一直抓一直抓 要小心啦 对 所以小朋友记得 千万不可以碰毛毛虫 真的 四个三角形折下来之后 有没有发现它蓬蓬的 对 没错 它会这样子蓬起来 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中间 还是有一条十字的折线 我们沿着中间的折线 先把它向下对折 折下来 变成长方形 把刚刚的三角形全部藏起来 折完之后中间又有一条折线 对 我们沿着折线把它再折过去 变成一个小正方形对不对 没有错 折完之后 这个就是毛毛虫身体的一部分 那我们毛毛虫是不是很长一条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折很多个像这样子的小正方形 那我们再拿一张新的色纸再折一次 首先一样我们先把色纸对折再对折 变成一个小三角形 对齐好后把下面压平 压平好再往旁边对折过去 变成一个小的三角形 好 完成小三角形之后呢 把它全部打开来 把旁边的四个角往中间对折过去 像这样子 那大树哥哥你有养过毛毛虫吗 我没有耶 但是我养过残宝宝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以为它是毛毛虫将来会变成虎鱼 结果长大之后怎么变成鹅了 它变成鹅飞走了 也太好玩了吧 好 对折过去之后呢 是不是中间有一条折线对不对 我们沿着折线把它往下折下来 让它变成一个长方形 对 好 折好之后再对折过去 变成一个小正方形 小朋友你们也完成这个小正方形了吗 接着我们要把它拼在一起 那拼在一起呢 我们要用这一个双面胶 在正方形的这一个连起来的地方 在这边上面贴上双面胶 这边一半 然后另外一边也贴一半 首先先撕一段双面胶 然后在这边 合起来的地方 先黏上一半的双面胶 像这样子 先黏上一半压一压 然后再把它往旁边压下去 所以另外一半也会黏到 两边都有哦 对 没错 黏好之后呢 刚刚是不是还有一张正方形 对不对 对 那个正方形呢 我们先不要黏双面胶 所以我们先留一个 没有双面胶的正方形在旁边 然后我们刚刚有准备好 黏好的正方形 我们准备很多个 对 因为我们的毛毛虫要变得很长很大一只 所以我们先把它拼起来了 好 我们先把它的头准备好 刚刚说没有贴双面胶那片先拿出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头这边 它下面是一个开口 对 我们把刚刚有黏双面胶的地方 从这边放进去 然后把前面的头用力地把它夹住 所以如果小朋友 你的毛毛虫是要让它翹起来的 记得黏的时候要这样斜斜的黏 不可以这样平平地黏 平平地黏它就变成一条直直的 对 可是你们要做成直的也没有关系 对 所以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看你的毛毛虫要做成怎么样的形状 我们把它拼起来给大家看 那我的毛毛虫要做得很特别 我要让它翹翹的 后面有很多开口 小朋友不要接错开口了 到这个比较大的开口这边 对 我要这样把它往上翹 小朋友也可以发挥创意 看你们要接多少结都可以 像一开始柚子哥哥有很大一只 有很多结对不对 对 我的毛毛虫 我把它粘得弯弯的 像不像一张笑脸在微笑 真的耶 它是头也往上翹 尾巴也往上翹 对 让我们看一下大树哥哥的 我这个是头往上翹 尾巴往下一点点 所以你的毛毛虫它是直直的 有点直直的对不对 而且好像比你短一点点 接着大家就可以发挥你创意的时间咯 赶快拿着你的着色笔 帮你的毛毛虫画上可爱的眼睛 嘴巴 也可以在它的身上画上纹路 帮我们开始画 你的眼睛真的也蛮可爱的 大大圆圆的 你们看我把它的眼睛 画得是一个笑咪咪的感觉 那你们看一下我的眼睛 它很像苍蝇的眼睛 对耶 所以你的是苍蝇毛毛虫吗 它有个名字 对 叫苍蝇毛毛虫 也太特别了吧 小朋友 如果你们的毛毛虫也跟我们一样 画上了可爱的眼睛还有纹路 这样子我们的毛毛虫就完成了 五彩毛毛虫要怎么折呢 第一步 先把色纸往左边对折成三角形后打开 再从上面往下对折成三角形后打开 中间会出现十字的折痕 接下来沿着虚线把四边角往中间折进去 变成正方形 接着沿着虚线往下对折 再沿着中间折痕往右边对折 一样的方式折出六个正方形 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纸上涂上胶水 一个一个黏在一起 最后画上眼睛 五彩毛毛虫就完成了 我爱猪猪猪猪猪猪好好啊 我爱猪猪猪猪猪好啊 男性的猪一边都不难 慢慢猪猪猪一层船飘啊飘 慢慢猪猪猪猪一家比起飞啊飞 我爱猪猪猪猪猪好 好啊 五彩毛毛虫要怎么折呢 第一步先把色纸往左边对折成三角形后打开 再从上面往下对折成三角形后打开 中间会出现十字的折痕 接下来沿着虚线把四边角往中间折进去 变成正方形 接着沿着虚线往下对折 再沿着中间折痕往右边对折 一样的方式折出六个正方形 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纸上涂上胶水 一个一个黏在一起 最后画上眼睛 五彩毛毛虫就完成了 现在欢迎两位小朋友跟我们一起折毛毛虫 欢迎雨昕 大家好,我是雨昕 欢迎一轩 大家好,我是一轩 拿起色纸,我们开始折毛毛虫了 首先先把色纸对折 折完之后再对折一次 变成小的三角形 折好之后就会变成这个形状 一个小三角形 接着把它打开来 全部打开来 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十字的折痕 对 有对不对 有 我们现在把四个角 往中间这个点 对齐折进去 像这个样子 一片一片折进去 全部折进去 大家会发现很像一个信封袋 对,可以把信塞在里面 上肩贴上贴纸 折好就会变成这个形状 折好之后 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十字的折痕 我们沿着这个折痕把它对折下来 所以平平地折下来 会变成一个长方形 像一个长方形 长方形的中间是不是还有一条折痕 对 我们再把它折过来 折过去 折好之后就会变成这个形状 一个小的正方形对不对 对,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毛毛虫身体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折更多的小正方形 把它接起来 变成毛毛虫的身体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折 我们把其他的色纸都折成小正方形 先折成一个三角形 你们有看过毛毛虫吗 有吗 有行 有看过 有看过 那你们敢摸它吗 不敢 很棒喔 很聪明,不能摸喔 对,毛毛虫如果摸的话 你的手会非常非常的痒 柚子哥哥就摸过 没错 养起来真的很不舒服 而且要擦很多的药 那你们有养过毛毛虫吗 没有 没有 我也没有养过 你们知道大树哥哥 他没有养过毛毛虫 可是他有养过残宝宝 对 但是我以前一直以为那是毛毛虫 结果长大之后就变蛾了 我看不到我的蝴蝶 那大家看到的毛毛虫都是什么颜色的 我们看到的毛毛虫 女性看过什么颜色的 绿色的 绿色的毛毛虫 我看过的毛毛虫是彩色的 彩色的 那个一定有毒 一定有毒 颜色越多 绝对不能摸 对,颜色越多有可能就有毒 所以我们等一下做出来的毛毛虫 都有毒 大树可可 大树可可 你这么说也是没错啦 可是我们这个不会动嘛 对,没错 这个我们可以摸 我的最后一个小正方形要完成了 好期待等一下接起来会变什么样的 一定很特别耶 所以我们现在总共有五个小正方形 依萱完成了吗 完成了 好,我们现在有五片纸对不对 我们留一片下来 上面都不要贴双面胶 先把它放旁边 让它休息一下 好,那我们双面胶要贴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色纸 这个正方形 我们要用黏在一起的这一边 把双面胶贴在它的上面贴一条 像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先贴一半 贴这样一半 这样 一半完之后 然后翻到另外一边 把刚刚另外一半的双面胶黏上去 这样子双面胶就贴完了 对,像贴这个样子 那我们其他三张色纸也是一样 这个毛毛虫等一下也可以变得很像彩虹一样 它有很多种颜色在上面 真的耶 看起来很缤纷对不对 而且我们是无毒的彩色毛毛虫 无毒 这是最棒的那个地方 对 贴好之后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一片没有贴到双面胶 嗯,这一片 把这个当作是毛毛虫的头 放在肚子上面 再拿一片起来 有贴好双面胶的 先把它撕下来 先把双面胶撕下来 我们要怎么把它接上去呢 它的头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开口 对 是有三个开口对不对 我们要把这个 有贴双面胶的这一片 直接把它粘进去 看你是想要粘它翹翹的 还是直直的都可以 哦,所以小朋友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好,像我就粘翹翹的 那我也粘翹翹的 像这样 把它放斜斜的它就会翹起来了 嗯 那接下来的小针方形也都一样 像这样子把它粘起来 我发现我们两个好像哦 对啊 好有默契哦 真的 雨昕完成了 也完成了 那我们把前面一点给大家看 嗯 好,翹翹完成了吗 完成了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雨昕的 嗯 你看它的毛毛虫是这样这样子 一个笑脸弯弯的对不对 它是把彩虹倒过来的 对,没错 好爱草 哈哈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的 大家看一下 我的虽然也是要让它弯弯的 可是我在这一边呢 有让它平平的放下来 所以因为毛毛虫它动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全部都是弯的 嗯 那雨昕呢 我是有点弯又有点直 有点弯又有点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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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弯了 后面直了对不对 所以它正在用它身体的中间去走路 它正在走路中哦 那大树哥哥你的呢 我的跟柚子哥哥的很像耶 我是把头撬高 然后尾巴碰在地板上面 在坐着休息对不对 对,它其实在休息 小朋友 你们的毛毛虫也跟我们一样 这样弯弯直直的吗 如果是的话 我们的毛毛虫就完成了 五彩毛毛虫要怎么折呢 第一步先把色纸往左边对折 成三角形后打开 再从上面往下对折成三角形后打开 中间会出现十字的折痕 接下来沿着曲线 把四边角往中间折进去 变成正方形 接着沿着曲线往下对折 再沿着中间折痕往右边对折 一样的方式折出六个正方形 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纸上涂上胶水 一个一个黏在一起 最后画上眼睛 五彩毛毛虫就完成了 折好毛毛虫之后 我们要开始帮它画上眼睛还有装饰品了 好 我们开始吧 我先帮它画上眼睛 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的配件 小朋友也可以发挥你们的创意 在毛毛虫的身上做上不同的装饰 我的毛毛虫很有特色 我等一下来介绍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好像撕开 还有我也想到一个 大家可以在毛毛虫的每一节 都把它贴上自己的照片 像相框一样 对 没错 这样好有创意 像我们家有四个人就可以把我的 爸爸 妈妈 还有我自己 还有我妹妹的照片都贴上去 哇 这样好棒喔 对啊 真的耶 我黏上最后一个 我的完成了 你的完成了 我先把它站起来给大家看 那我先卖个关子 不给大家看 没问题 因为你的真的好特别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只毛毛虫 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然后我在前面这一边 有帮它装饰上一个蝴蝶结 然后还有大眼睛 跟帮它涂上口红 是很可爱的美少女 对 然后在它身体的部分 我装了很多的亮片 小朋友 如果你们也完成的话 可以拿去给你们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朋友或是同学给他们看 也可以教他们怎么做这只毛毛虫 好 大家的毛毛虫都完成了 我们拿起来给小朋友看一下 雨昕你的毛毛虫很特别 上面放了好多亮片 好亮喔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毛毛虫 它是国王的毛毛虫 好有创意喔 那我们看一下益轩的 益轩你介绍一下你的毛毛虫 我的是女生的毛毛虫 也是女生 该不会也是在房工吧 那大树哥哥你的呢 我的没有装任何的配件 我只有画画而已 大家看一下 哇 大树哥哥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 火车 火车 对 我是毛毛虫火车 因为我小时候就好喜欢火车 所以把它做成火车的样子 而且很像对不对 对啊 好酷喔 我也觉得很棒 小朋友 你们的毛毛虫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 都贴上美丽的装饰呢 如果是的话 我们的毛毛虫就完成了 下一次再跟随我们 一起玩折纸 拜拜 我爱折纸 每个人手上的毛毛虫 都很不一样耶 今天折的五彩毛毛虫 你也可以帮它多加几个颜色 变成大毛毛虫喔 下一集 我们要教大家折的是 会发光的萤火虫 准备好色纸 色笔 还有亮片各式装饰品 跟着我们一起折出 闪亮的萤火虫吧